那我們來看看王以路 好 那這是我去年去的 其實我非常愛去澎湖 我就選擇比較就是 那種異國風情的民宿 然後這就是有一種 那種北非的那種 摩洛哥的感覺 然後包括裡面的一些餐點都是 然後我們整個在 包括這些民宿的周圍 像我住希臘賓廳的時候 就可以走路直接到了金沙灘 就是你直接走出來 它就在沙灘上 然後如果你想要喝酒的話 然後吃一些澎湖的小點的話 他們也有這個小酒館 而且超特別的 它是在菜宅裡的小酒館 就以前那個年代 是阿公阿嬤在那個院子種菜 然後他們其實現在 他們也經營得很文青 然後其實很有這種 把一些他們在地的產業 也弄得非常很有文創的感覺 然後有一個就是外國人 他們超喜歡去這邊 所以在這邊可以遇到 很多愛去澎湖的外國人 會在這邊 然後很多抽浪客也在這邊 那很多人去澎湖會覺得 澎湖本島很小 我們也可以去跳島玩 其實有很多的澎湖 然後包括它有那種 就是你可以買行程 一天有三個島 然後有往北邊走或往南邊走 都可以 還可以去無人島上 像你這麼愛拍照的話 還會穿著比基尼在那邊拍到風 裸拍都可以 因為有的島是沒有人的 然後他不喜歡出酒店 爽 對 就可以打扮的妹妹 因為我是真的很狼狽 我也不像你們那麼厲害 唯一跟女兒的合照 只有這個在沙灘上 真的喔 好少喔 對 大部分都是女兒 真的 我都沒有自己的照片 跟遠遠的有沒有 看不到人的 我有 我也出現在這裡 然後大部分都是在拍女兒 我其實最推薦的就是吉貝島 然後吉貝島的 那天去很可惜 就是天氣沒有像之前那麼好 就比較陰 但是太陽沒有那麼曬 可是它的沙灘就是 好漂亮 好藍 白色的 像馬爾蒂夫 它就淡藍色的 就有很多就是觀光客 是自助旅行 因為他們是直接一個人 或兩個人那一種 他們可能從澎湖本島 然後自己也是坐船 然後就直接在吉貝 那如果你會覺得無聊的話 它那邊有很多 非常多的遊樂設施 就是那種水上摩托車 然後你可以體驗 它可以載著你 還有風帆船 都有 還有香蕉船 還有一個很奇怪什麼 就是你整個人可以抓在上面 然後那個被甩出去 對 被甩出去 但是你也可以不要被甩出去 對 然後就相當好玩 你可以在島上玩一天 然後到處走 那除了澎湖最美麗的沙灘之外 其實光是澎湖本島的沙灘 也是非常漂亮 就是金色的是白色的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澎湖的海鮮 澎湖的所有的海鮮都超級好吃 澎湖的蝦 澎湖的零蝦 蚵仔 而且它的蚵仔是小的 對 你可以吃 沾 它就是生的 對 然後你直接沾一點點芥末就好了 對 我是不敢吃蚵仔的人 可是澎湖的愛吃 可以 很鹹 它很小的味道 沒有 而且因為 不會 妳說什麼 撤掉了 有些廢話 妳吃什麼 沒有 不是 我後來去看到了他們的養殖場 因為以前我看到有的蚵仔 就是一抓起來 外面都是泥巴 對 可是因為它是海水的 它的蚵仔 就是一拉起來 是漂亮乾淨的 那個水都很乾淨 水質 它的水就是已經是藍色透明的 然後那個蚵仔也就是 直接就是海水不是泥巴 所以它沒有腥味 所以就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去那邊吃他們的蚵仔 還可以烤 就是可以去那邊烤 他們還有一個 就是烤海膽 直接挖太遠 你可以挖 然後一顆好像才80塊還100塊 很便宜 很便宜 隨便吃海膽炒蛋 也是150之類的 海膽炒飯 最多還可以叫大份的300塊 因為我最放鬆的 就是在澎湖島上 可以自己喝酒 就是女兒睡 喝到她的時候 早上胃不舒服的時候 一定要吃一個紅蟳粥 對 這個紅蟳粥 我跟妳講 有一個人也吃過 因為我有一次打卡 劉燕老師有吃過對不對 妳就說這一間妳有去過 超好吃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因為海鮮夠新鮮 因為我們平常不太愛吃海鮮 可是我覺得在澎湖 或者是台灣有一些靠港的地方 海鮮其實都很新鮮 超新鮮的 就是我覺得 你都不用加調味料 你就是海鮮放進去 沒錯的都是甜的 就很鮮了 那個紅蟳的那個 很厲害 紅蟳膏 就是妳覺得整個酒都醒了 然後可以 我真的一個人可以 一個人可以吃了半盤吧 就是整個大盤 它是一鍋對不對 它是一鍋 其實每一家幾乎都有 但它的調味有點不一樣 就是看個人 然後女兒最愛一次的就是去澎湖 吃仙人掌冰 她從來沒有吃過仙人掌冰 澎湖有賣仙人掌冰的地方 有很多 有在馬宮大街也有 有在 比如說妳要去拍澎湖的跨海大橋 的時候 中間經過一個榮樹那邊 對 那邊有個超有名的仙人掌冰 那一家也很有名 有好多種除了仙人掌以外 還有黑糖糕吧 黑糖 黑糖糕的話 就是一定 我會推薦妳 一定要在回來的那一天的上午 比如說妳下午的飛機上午去買 因為黑糖糕只能放三天 它是不加防腐劑 那時候我不知道 我就還沒有回去的時候 她就快要發霉了 可是對我來說就是很安心 因為她有的東西放在那邊 很久都不會 都不會 可是她就說一定要快點吃 然後我還記得她 那個老闆對我女兒很好 因為我們去然後她賣完了 她說妳坐一下 我女兒就自己在人家客廳坐下來 她說那有試吃的 剩NG的 試吃的 妳先試吃吧 我那個就拿一整包 邊吃邊看人家的電視 很像在人家家 就是我覺得澎湖 就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然後妳就可以 如果要滿伴手禮的話 就安排在最後一天的早上 包括那種干貝醬 然後還有飛魚卵的香腸 還有明瞎那種一整包的 可以帶回去的 跟黑糖糕這些 那重點是要非常喜歡 戶外跟非常喜歡 陽關沙灘的人下去 然後是這種 對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不一樣的選項 我自己超級愛澎湖 我今天會不會有的 不知道 你有什麼好嗎 我今天會不會有的 我今天會不會有的 你是否可以別人 你會不會有的